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我现在在西班牙西北部的一个小镇 Murris 这是一个以渔业为主的小镇 非常漂亮 人口呢,只有一万一百人 面积是78平方公里 看后面的树 上面云雾缭绕 各种船 欧洲特有的小房子 红屋顶的小房子 这里很冷 夜里是13-14度 白天是16-7度 我来之前呢 还担心会有点太热 但是事实上到了这边呢 我很喜欢这里的气候 前几天很暖和 但是今天呢就很冷 这儿的Hydrangea 开得完全都像是假的一样 特别美 可能地中海的气候 比较适合它生长吧 白紫莲 紫色白色都有 这种松树呢 还是柏树呢 到处都是 你看它的Hydrangea 完全不像是长的 就像是插在瓶里的 满满的都是 花色也很多 码头边停满了渔船 我现在的位置呢 是西班牙的西北部 来这里的目的呢 是为了看这个埃札罗瀑布 就是远处的这个小瀑布 导游在介绍的时候呢 我还蛮期待的 但是一下车我就笑了 因为呢 我是来自 尼亚加拉瀑布附近的 所以看到这个瀑布呢 我都没有往前走 那同行的游客呢 都朝着这个瀑布去了 我呢就留在原地 因为我觉得这些山丘呢 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 一整天都是雨蒙蒙的 事实上昨天就是这样 不过欧洲的小镇呢 环境真的是很优美 很干净 很舒服 这是菲尼斯特雷灯塔 是欧洲最西端 和最具象征意义的灯塔 被认为是世界末日的海角 真的有一种波澜壮阔的感觉 这是海边 看这个花 巨大的马蹄莲 这边的海真的是 很壮阔 这些马蹄莲特别大 超过20厘米的直径 可惜我到不了近前 这是另外一个西班牙北部的小镇 叫做Pont Masia 可以看到这个朝圣者的箭头和贝壳 这座桥呢 是一座罗马的古桥 桥的另外一面 前面这一座房子是一个私人的cottage 依山傍水 今天一整天呢都是冷风冷雨 现在是傍晚时分了 天气终于呢 稍稍晴了一点 只是不下雨了 还是阴的 这里的环境真的非常舒服 虽然我现在从头到脚都是湿的 很冷 但是心情还是很愉快的 这家的花园还很美呢 真的就看着这个石头和水 发会儿呆也很开心 鸟叫得也很好听 今天是我西班牙之行的最后一天了 明天会前往葡萄牙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